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索BR對上土耳其的一個對決 那這一場是MBL對上黑啦 那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目前都是天梯的霸房的前10名左右的玩家 左右啦 有時候可能休息沒有爬就會掉下去了 但是大部分時間絕對都是在前30或前20左右的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MBL呢是在12點鐘方向 那12點鐘方向它的地圖比較算是 嗯還不錯 左邊的大金稍微有點危險之外 果樹在後面 那就代表它的封建會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不會被刀騷擾 因為目前開的位置是在7點鐘方向 那如果它要來騷擾的話 就要繞一大選了 繞到後方才能打這個果樹 好那來看一下黑啦的位置 黑啦的位置是在7點鐘方向 那大金是在家裡面 那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點位喔 那比較麻煩的是小金這一塊是在右上角 那下面這一塊也比較遠一點 里TC距離是有這段距離在的 所以可能TC後面來看一下 守一下這個金會比較好 整體來說對土耳其來說是不錯的 因為土耳其它的科技特性是跟所有的黃金有關係的 它是唯一一個西帝國裡面不能打垃圾兵的一個文明喔 另外呢斗力兵它是不能升級 為重裝強槍兵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戰毛兵也是喔 它的毛兵也不能變成戰毛兵 所以它是兩個垃圾兵是完全不能打的 但取而代之它的輕奇兵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所以肉碼是可以打的 而且是全滿 品種啊跟跑速都有 可以都是免費升級 只要你一升時代你的肉碼就會升級 因為除了你不能打 垃圾兵的一個劣勢之外呢 它也直接贈送給你 肉碼全部的遠程復滑 復甲加一喔 那就會變成說你前期封建時代 打肉碼的話是可以完全康合對面的 弓兵的 遠弓兵就算升級之後 剩你也只有一滴而已喔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好打 封建一個小弓的優勢 好 你再來看一下它的特殊單位 火槍兵 火槍兵的話應該大家都熟了能想 就是 索尾器火槍兵 用火槍來射擊的一個單位 然後也是滿給力的 好再來是來看 順帶一提這個火槍兵 也會吃到這個火藥單位的生命值喔 那這邊有花血免費 那再來就是它 因為只能打垃圾 不能打垃圾兵的關係 所以它的金礦弓採集數是-20% 增加採金速度 那除了它可以打肉碼之外 通常除了已經可以打火槍 肉碼跟碼弓 這三種選擇 那為什麼可以打碼弓 原因是因為 它的碼弓 工坊都是可以全滿的 而且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但倒血跟化血也都有了 再來就是它的銀罐呢 它的這個液彩騎兵喔 彩翼騎兵 馬弓騎兵的血量加-20D 那可以變成說是 這遊戲裡面的馬弓 血量最多的一個馬弓文明 好 那再來的話 其他的東西 單挑上可能會比較難出現 但是這個炮兵 也是可以點的 但是就是會比較少點 因為這個也是滿貴的 但是團戰會滿看到 除了其玩家的話 會常常點這個 火炮塔 黃岔 然後火炮跟火炮的話 就是推進的一個打法 那它的加成的話是 火藥彈外生產速度加-20% 所以你只要出 火炮或是火香兵 都會增加這個速度 好來看一下這邊 有黑塔差點撞到對方的TC喔 稍微扣了點血 好那來看一下 MBL的文明 MBL的文明是Esobia Esobia的話 它是弓兵文明 弓箭 弓兵的攻擊速度會加提升18% 但是 它有個缺點 那就是 它的馬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基本上 而且它有步兵 那它的步兵的話 可以用寶兵來取代 就是我們的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 那除此之外 它的缺點就是馬而已 而且它可以打囉唆 那馬沒有三級遠方 然後沒有遊翔 然後也沒有平榮 就是血量會比較少一點 那Esobia的話 它的強勢 再強勢於它的攻擊 攻擊速度加18% 會射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它的 因為它的馬相對比較爛一點的關係 所以它的重裝長槍兵 升級是免費的 那在於 攻兵比較怕騎兵的一個情況下 那你可以出一點長槍兵來防守 算是一個補足的一個選項 再來看一下這個 升級時代 每一個時代 加100黃金跟115 那帶這個 我覺得是不如小補啦 但是尤其是封建到 城堡時代這段期間 這個加100加100 可以算是 讓它升級會更快一點的一個能力 再來就是 皇族血脈 就是讓 彎刀勇士 它的寶兵 可以迅速的生產 再來是 它的金冠 是牛莉坦射器 牛莉坦射器 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範圍變轟大 你的重頭啊 火炮啊 這種遠距離投資 火器單位 這個範圍都變非常非常廣的 所以這個 通常啦 大後期才會出 那前中其實是不會點這個 因為 那個實在是太貴了 而且不符成本 你點那個 還不如直接出更多的奴兵 跟火炮 去做一個推進 好 那來看一下 兩邊做的選擇 兩邊都是選擇 19批上封建實彈 那兩邊都是打肉馬這樣子 對 兩邊都是選擇一個馬就開 那這邊 雖然伊索比亞算是一個 工兵文明 但現在因為META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會選擇打19人口 然後加1次等於20批 20批的一個打法 那先上封建實彈 然後先幹下馬就 先出三隻馬 或是兩隻馬 然後開始轉射箭長 因為馬比較能找出 然後去敵方陣地的速度也比較快一點 比較能殺到一點東西 所以通常就算是工兵文明 配置也跟肉馬也是差不多的 那是單挑的情況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喔 還有出幾隻長槍兵 想要來殺對方的肉馬 那這邊 黑辣已經看到了 趕快來閃避一下 那這邊這個刺猴 想要來集結一下嗎 好 兩邊刺猴都在做一個探查動作 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邊長槍兵戳了一下 想要騷擾 唉呦 這邊直接打了上 會死一吹嗎 看起來是沒有 好 這邊射箭場 土耳其也選擇射箭場一個走向 那如果土耳其打射箭場的話 會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伊索比亞的攻兵速度是快了一點 好 來看看黑辣這邊騷擾 黑辣這邊總共有三隻肉馬 這邊應該是想要繼續做個探查 唉呦 這邊看到長槍兵 走了一下 好 在家裡這邊 MBL已經看到對手全部都圍死了 騷擾不到任何東西 好 只能稍微控一下這個果樹 前期封建時代果樹是最容易打的地方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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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集火打這個農夫 這個手速真的很快 來看一下 這邊長槍兵 唉呦 這個長槍兵居然打到裡面的 村民啦 好 兩邊看起來是任何 都燒了 都燒了任何東西 家裡有四隻戳戳來守這個肉馬 這邊要不要蓋個城門 這邊蓋城門了 這邊啊 這邊要不要再蓋個房子 就可以問中之爹了 哇 還是射到 哇 那是有點麻煩 唉呦 還是被溜了出去啦 好 那這邊 兩邊的肉馬都在做一個 想找一個村民打擊一個想法 但是兩邊都沒有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進攻時機點 兩邊都順利的轉出了小弓 那 土耳其這邊是選擇轉出毛兵 先要來解這個長槍兵 而黑來的話呢 就選擇下來冰宮廠 那兩邊應該一冰宮廠都好了 那一手兵啊 沒有問題 兩個射箭場 轉打奴兵 跟弓兵的一個 潛牙 好 那這邊肉馬被換掉了一隻 OK 這邊射擊 射掉一隻戰毛兵 唉呦 這射擊真的很快喔 好 那這邊肉馬也換掉一隻 長槍兵 目前 MBL還有兩隻 哇 這個長槍兵直接插了上來 嗚 剩下兩隻殘血肉馬 但是對方已經剩下四隻奴兵了 這個應該收得掉 OK 換掉一隻戰毛兵 OK 再來點一下 但是目的是高地打低地 好 往前走一下 限制毛兵的攻擊射程距離 OK 應該完全收掉了 喔 這一波交換下來 看起來是 黑拉這邊佔了一點小優勢喔 因為前期弓兵的量要去起來 是非常重要的 那弓兵如果這樣直接送掉的話 那這邊 MBL前面的攻勢可能會稍微減緩一點 但是不要緊 他這邊由於生時代給100肉跟100黃金 他這邊已經快要上城堡時代了 他還是要稍微斷村來上城堡了 這邊確實有斷村喔 斷村 那黑拉這邊也斷村 兩邊都斷村狀況 OK 兩邊都同時點下城堡時代 兩邊都是選擇斷村上城堡 那村秘術應該是不會差距太遠的 那黑拉這邊是稍微落後三村左右 好 日上城堡時代 兩邊應該是要打一個變身攤命的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哇 更大量的弓兵來了 開始射擊 這邊總共有10隻弓兵喔 喔 量很大 後面還在補 這個集結局直接射到了前線 看來MBL要打一個最兇的一個 一索幣阿 小弓突擊了 但是這邊怎麼防守就是個問題了 那沒有意外的話 黑拉這邊要解這一坨 可能要趕快用肉碼去換一下 肉碼的遠方很高 有防禦有4 哇賽這邊換得很好 那些全部換掉啦 黑拉這邊肉碼非常非常的硬 原來弓兵射肉碼只會扣1滴喔 弓兵的攻擊5 那他有遠防4 怎麼射都只有一滴 哇 這邊肉碼壓制給的非常好 守得非常好 然後這邊升級了 一升時代馬上變成青騎兵 那這邊的青騎兵的防禦也是4 但是攻擊變成7了 但是戰防兵的數量不太夠 這邊還在繼續追嗎 回首一下 趕快下個BK來防守一下 那沒意外的話這個BK會先出奴炮 奴炮呢再來投石車 然後再奴炮 這樣互相交得出 那就可以有效的克制一下對手的一個弓兵 這邊伺候過來砍了一下 那後面呢還在補長長兵跟奴兵 那是一個雙TC的一個城堡開局 那前面先把資源用盡 然後全部換成兵力 然後做一個前壓 那這邊黑拉是要打肉麻了嗎 看起來出了蠻多隻的肉麻 想要去MBL家做一個騷擾 這邊總共有六隻 直接從他的眼皮下走得過去 通常MBL看到的話 家人應該就會直接圍死了 快再圍了 變成被鑽漏洞進來 就會有點麻煩 那外面這邊是不是要被抓到了 這個TC外漏 哎呀這個床槍兵兩隻似乎手太住啊 這個TC建造時間稍微被拖了一下 哇這邊又殺到兩村了嗎 哇兩村沒有問題 直接殺到 下面這個部分 目前沒有看到有什麼任何大戰果 兩邊都是想要打一個破口 哎呦這邊是選擇的奴炮沒錯 奴炮跟偷子車 各一台沒錯 OK那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守了 這邊肉麻還在騷擾 讓MBL第三個TC開不出來 那黑拉這邊也選擇雙TC開局 OK這個偷子的頭一下沒中 下一發能不能認中啊 喔這個走位三兵但是還被 喔直接被奴炮傳過 十二兩個奴彼 這邊有一隻騎士喔 有一隻騎士來解攻城其實非常快的 這邊黑拉還是有 三隻青雲就防守 這個怎麼泡到的位置有點危險 但沒辦法 這個騎士過來砍了一下 哇直接收掉 再上頭子車 喔這個趕快跑 喔這個手真的很忙 要控這邊也要控村民 也要控頭子車 然後還要來控村民來修這個頭子車 這頭頭會不會掉啊 哇生意滴血完蛋 我修回來 居然被他修回來 哇那這邊MBL看到Post車沒收掉 心態炸裂 直接果斷不控這一坨工兵了 好清潔兵上來開砍 完美解掉MBL這波攻勢喔 那這邊確實爆了很多肉嘛 那這邊清潔兵城堡實在的遠房 居然是有5的 那工兵的話是7 所以一隻工兵只能打肉麻兩滴傷害 非常非常少 那會變成說 嘿啦這邊要怎麼對付這些長弓 這邊長槍兵的一個問題 長槍兵能解決 那肉麻就可以把這些工兵給吃掉 那沒有意外的話 那奴炮應該還是會繼續出 做一個繼續防守 然後開始農 這邊長的做騷擾 應該是打包東西 那家裡又派了4隻肉麻去做騷擾 那剛剛前面的肉麻全部都送光了 然後他們應該是督光了 好後山第一道房子 來想要投對面MBL 但是MBL反應很快 馬上就拉走 這邊騷擾被發現 直接鎖了TC 稍微加速一下 右邊這邊繞了過來 這邊工兵 是要再走下面的路線了嗎 看一下這邊 頭子車能不能做到點事情 來個預判嗎 還是不預判 往前走了 哎呦這個預判失敗 兩邊都很害怕 這邊應該不會打起來了 哎呦這邊好多肉麻 應該是有十幾隻喔 十三隻 好這邊工兵過來做騷擾 但是 哎呦這邊 長槍兵差點被頭子車砸到啊 要是砸到的話 這個奴兵就蠻輕鬆解掉的 好這邊頭子車還在預判長槍兵的位置 像這邊頭子車要先努力 砸到這個長槍兵就可以了 因為奴兵打肉麻的傷害是非常低的 這邊要做個包夾 看一下這邊的選擇會怎麼打 但是這邊有工程器的個壓力 頭子車能不能先砸到這一坨 嗚 還在做輸出 已經逼到角落了 哎呦好危險 哎呦砸到一下 完美全部都殘血 OK頭子車砸一下長槍兵 OK砸掉了一些血量 好這邊在做一個操作 閃掉頭子車的一個傷害 但是還想做操作 而且頭子車被點掉了一台 哎呀這邊換得非常好 這邊是一個黑拉的超兵 微超 做出一個大勝利 分數已經差距快一千分了 那目前黑拉的村民數是領先六村 那TC的部分是3TC 看一下 目前兩邊的TC數量 都是3TC打3TC 但是 但是這邊 居然已經上帝王史代拉伊索比亞 安比亞這邊上帝王史代拉伊索比亞的話 就可以出遠頭 關火炮了 就可以做一個強推了 但是由於黑拉這邊肉馬出的量 史代是太大量了 這裡總共一隻馬 如果是80肉來算的話 哇這樣子花多少錢 大概 還1200肉了吧 都可以點帝王史代拉 所以這邊目前是黑拉的一個 生時代的一個小小弱厚 那目前MBL 已經準備要上帝王了 剩下20% 但是 黑拉這邊 帝王史代還沒有按上去耶 實物還是差距蠻大的 放在這邊 時代直接領先個時代 那這樣子 打一個前壓應該會蠻痛的喔 這邊 會很長一段時間 是非常相當有優勢的 好那黑拉這邊 也順利點下帝王史代 但是對方MBL 早就已經升上去了 來看一下兩邊的城堡 城堡都蓋在一個不錯的位置 這高地可以守到這個金礦跟TC 像這種高端場的城堡的話 應該都會踩這種高地位置 可以守到金 然後又可以守到TC 這個好位置 那正面沒有城堡防守 就有點麻煩 因為但是正面也沒什麼東西可以守的 就只有被騙TC跟鐵而已 對 但是城堡還是選擇保護金礦的地方 畢竟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土耳其沒有黃金的話 他就算是一個半死部落的文明了 人家有金礦 才能繼續打這個遊戲喔 非常苛刻的一個文明 但相對的他把金礦的速度也是超級快的 好這邊想要蓋城堡 再被抓到 再露馬很多藏筆很多 這邊另一個交換 這邊直接投了下去 直接把很多藏筆給投死 但是這邊露馬的數量非常多 直接把對面的藏筆全部換光 OK這邊投著車砸了一下 哇沒砸死 哇都殘血 哇這邊稍微撞了一下城堡 城堡這邊輸出 給人的血量非常的大 呃 扣了很多血 但是這邊有很大量的強奴 很多殘血 在目前 Hila這邊還在做一個 想要用肉馬 打奴兵的一個想法 但這邊NBL喔 長相兵也是在做出 然後這邊前置一個BK 要來出火炮 想做一個火炮帝王前壓 來看一下,這邊火炮開始砸 哎喲,強武走了進來,看到城堡趕快踹 面倒裡面居然還有一個城堡站 相當拖時間,但是 Tina這邊要打肉嘛,但是家裡自己T4的田大部分都被封鎖住了 所以他應該這邊外面還要再繼續撒田 但這邊木材量非常非常少 這邊有個森旅,再往這補血 殘血的肉馬全部鐵下血量 神到帝王之後,清起兵也變成薛朗莉清起兵了 血量更多,95滴 OK,這邊優先把修道雲也拆掉 這四個遺跡就噴出來了 肉馬想來騷擾,但是應該是沒有動 這裡好一隊奴兵跟長槍兵隊伍在做一個巡邏 這邊直接把洞圍死 火炮這邊在戶頭 但頭不太到什麼東西 如果兩邊都有在操作的話,不太可能 欸喲,這邊有洞,完蛋 好,MBL 這邊要怎麼防守這一隊 好,這邊直接低調了房子 走進來想要來做一個救援 但家裡的經濟有點被鬧到了 村民處稍微有點落後 但是前線 還在打 火炮還在推,TC推掉了一個 左邊的TC也沒了 但這邊 Hera很聰明喔 趕快再把修道雲蓋到後面 再叫真雲來搬這個遺跡過來 家裡還在做騷擾 這個肉馬還沒死透 但這邊已經說成 正機成為大疾兵了 這邊戳肉馬的速度非常快 哇,這個血量掉得很快 直接戳光 左邊這片田又沒有了 那Hera這邊要爆肉馬的夢想 又要被粉碎了嗎 哇,這邊一直 鐵一直被摧毀 這邊耗的木材量會有點大 導致它這邊 後面的一個肉量 有點起不太來 只有19片田 這片田非常非常少 而且這邊金礦也稍微被鎖了一下 但這部野機 變黑啦,拿到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 哇,這邊是怎樣 共享木材 共享木材區 應該是有看到 這邊MBL在挖 想要趕快蓋一個BK防守 應該是要出火炮 那正面的話 又頂了過來 但是 這邊沒有任何工程器 唉唷,而且東西都被砸光了 房子跟BK全部都沒了 那Hera這邊土耳其 火炮 還蠻多的 有三台 好,那這邊要打算轉出火槍兵了嗎 火槍兵看起來是要來 射這個疾兵用的 那一樣還是要靠肉馬去解 伊索比亞的奴兵 喔,這部城堡喔 差的壓力很大喔 哇,這邊直接殺了三四村友了 這邊再來挖石頭 他剛才修個城堡 這邊應該也就是 兩邊 想要來偷這個奴兵 這個往前 這種奴兵會收掉一台嗎 兩台有可能嗎 再來一台 哇 這邊Hera直接損失兩台 好虧 這邊火炮直接砸下去 哇,火炮威力很強 砸了蠻多工兵的 這邊還是用個閃陣喔 沒有那麼密集 火炮傷害就比較低了一點 左邊這一隊還想來做騷擾 但是 找不到那麼破口點了 而且這邊的火炮被換掉了 兩台火炮換掉了對方 M邊有兩台火炮 哇,這邊因為多線操作的關係 兩邊都一直在打一個雙線 導致操作量也太大了 這邊城堡不但沒掉 而且還被對手白換了一下 那火炮應該是往前推了 火炮還是來拆這個TC 那目前兩邊村民宿差距十七村 好像已經差距不大了 但我覺得村民宿還是可以繼續出 因為這個經濟人口還是沒有滿喔 Hera這邊人口還是算偏少的 這邊還有一塊金礦 好,那有金礦的話 如果其實就不會死 還能繼續打 我這個火炮 丟到一個奴兵 手鑽 唉呀 這個 火炮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不能一直無腦往前 先來看一下 Hera這邊要怎麼做一個選擇 挖起來火槍兵的量 要優先保護起來 然後洛馬的量又夠大 才能對這一隊進行殲滅 那一樣同時火炮還是要繼續做輸出 這邊是連環三寶 直接蓋起來 正面的奴兵 MBA然後這邊 唉唷 炸到兩隻奴兵 這個火炮 炸得非常好 又炸到一隻 一隻一隻慢慢炸 又炸到一隻 後面有一些 強奴被抓到 這裡的肉馬直接收掉 但肉馬的攻擊力還是沒有升滿 目前是一攻而已 但是防禦已經滿 防禦是7 那強奴的話 攻擊力死 那打這個肉馬的話 一下子有3滴而已喔 所以這個肉馬打強奴 的一個想法是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這一桌 長槍兵要怎麼解決了 哇這個長槍兵 直接走過來想來 欸這個火炮 這個火炮是不是超多食物 為了想要死這個奴兵 結果這個奴兵差點 被打到 但是火炮似乎要被修了回來 人媽長槍兵一個硬點火炮 再來一發嗎 喔來不及一反倒了 天尬 把這一個另外一團火炮被修了回來 火槍兵把擊兵全部射了死 那這邊肉馬是不是可以上了 沒有擊兵了 來肉馬直接請巢出洞 可以包住嗎 好稍微包一下 開始砍 哇這邊 強奴死的速度很快啊 但是擊兵過來防守了 右邊有肉一對肉馬 要來做騷擾 哇這邊是萬人彩幕 直接圍了一圈 好正面的部隊 看起來又要在打了 哇這邊火星點了上來 火槍兵射死了很多擊兵 那奴兵也被很多肉馬砍死 哇這邊擊兵量好像有點少 但量力多起來又會被火槍兵給換光 啊現在伊索比亞這邊大兩難 前面沒有擊兵很難打 但是又不能沒有擊兵 有擊兵往前衝太遠 又會被火槍兵射掉 而且奴兵很無問題 後面的火炮數量點多 在後面最輸出的時候 又有可能被火炮砸到 那這邊算是一個伊索比亞的一個 機動性布置的問題了 如果他能出一點馬類的單位 來拆這個後面的火炮啊 或者是火槍兵 那他這邊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這邊似乎是有點困難 因為伊索比亞的馬 實在是不太好用 可能還是要靠火炮 做一個交換 這個火炮的話如果 可以到這邊點一下金罐 哇他點金罐的話 射程又加2 哇射程居然還會輸 難怪目前伊索比亞沒有要輸火炮的意思 因為火炮目前是會丟輸的一個狀況 目前黑拉這邊射程14 那MBL的話伊索比亞就只有12的射程 那這個兩個射程就可以差距蠻大的 這個火炮砸到了很多弩兵 來看這個正面 但下面有一坨兵在做騷擾 這邊要打正面直接A上去了嗎 火槍兵瘋狂輸出 一個高地打滴滴 射死了很多的疾兵 哇哈利波特你看啊 這個比魔法還好用啊 火槍兵殺了超多的疾兵 哇這邊勝率上來翔來做補血 可是基本上後排的兵基本顯示滿了 這個勝率只是過來逛個街 後面這一團強奴殺了蠻多的村民的 但正面目前是一個MBL的大劣勢 那這邊要怎麼做處理呢 火槍兵還在高地 一直在把這個奴兵跟長槍兵做一個輸出 哇 哇砸到了很多隻 完蛋 嘿啦這邊火氣好強啊 火炮超多台 火槍也很多隻 但家裡有人被騷擾到 但是肉馬還在出 但是田的量沒問題 59片田 60片田 只要有60片田左右的話 肉馬的量就一定夠出 好那這時候頂下彈道血 但是這邊稍微提醒一下 彈道血的話是火器單位是吃不到的 只有弓兵跟城堡提起那個劍的射程 是吃了他彈道血的 那土耳其的話這個彈道血是吃不到這個效果的 那這個火槍兵啦 土耳其火槍兵吃不到這個效果 那正面的話就會很難打 家裡有一個肉馬在砍 我砍了蠻多村的樣子 那正面 是不是要投啦 感覺好像沒救咧 家裡的兵很少 那正面火炮一直拆 怎麼送得了 哇 兩發 兩次齊發 大雪就倒了 來收掉這邊 哎唷砸到後面的強奴 好這邊直接肉馬進行開砍 這裡要下更多的射箭場了 不然這火炮拆得太快了建築物 哇這邊是不是衝太快了 肉馬好像送了一些 哎 但沒有關係喔 肉馬只需要肉不需要黃金 還是挺划算的 好這裡中平九要點下三弓了 這邊肉馬點下三弓之後 殺三就更強 效果就更好了 好這邊衝這出來想要來頂一下這個土耳其火槍兵的傷害 那要看一下這邊 等一下我們有做個操作 來直接點這個火 急兵 哎唷有哎唷有 這個操作全部把火 把這個急兵全部點掉啦 火槍兵的速度超級高啊 哇 這邊 NBL直接打出了GG 哇這一把我覺得 這個火槍真的是很難處理喔 這個通常只能用火炮來處理 或者是用鐘頭 但是 耶索比亞中頭遇到這種 有火器單位的火炮單位的話 而且射程又特別遠 通常出的話也是白給喔 出頭十抽也很難解這一撮 但是出火炮的話 又有火炮的劣勢喔 因為火炮它只有十二射程 但是土耳其有十四射程 那這樣子的話 要把這一坨火槍兵解掉非常困難 可能要非常非常大量的肉馬 或是大量的奴兵跟擊兵 直接往前壓喔 才有可能打贏這一波 那這一波的話 由於經濟上沒有那麼好 這邊伊索比亞經濟算是蠻差的 大部分的東西都被打掉 而且農田也沒了 家裡也被清空 所以這邊經濟上一直爆不出 大量的步兵跟擊兵喔 所以這邊排成 排到蠻多的 但是這個沒辦法 突然一個大 大推進喔 導致這邊爆兵來不及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黑拿的KD值超級高的 已經領先上了一百多個單位 然後呢 升級的部分 高增就是差不多的 升級實在都是蠻接近的 帝王時代 是伊索比亞這邊上的比較快 因為畢竟黑拿肉馬出的比較多 所以上時代的版本就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再看一下 哇 這個遺跡減了五個 黃金產量有2886 哇 這個CP值多高啊 哇 那這邊的話 黑拿這邊 算是控金控得好 導致她的 土耳其不怕沒有金用 所以一直都很強勢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